能持佛 第三条 不两舌常说和和语 能持佛 第四条 不起语常说利益的语言 能持佛 太好了 你只要去做了 你会发现命运就改变了 有些人身体不好 讲话苛刻身体会不好 讲话骂人也会让你心脏不好 会让你心脏不好 但是这个嘴巴两舌 会让你血液不好 所以贪心遭水的病 称恨心遭火的病 于此执着呢 骄傲遭硬的骨头的病 骨头酸痛 那这些你心态行为改变 你会发现病就好了 原来佛法也是医身体的方法 不见得要完全依靠医生 医生是个助缘而已 所以心里有三条 不迁滩 常行不失 能持佛 就是不要吝啬 强迫自己帮助别人 好不好 银行放太多钱没用 放去老人院 放去孤儿院 放去需要被帮助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次 我们洛杉矶的 严秀英菩萨 我们在洛杉矶成立了一个叫 念一下 国际慈悲基金会 名字做的大不大 很大 专门做什么 慈悲便当 在美国游民很多 店门口 所以我们在台湾是天天做天天做 这一两年已经做了99万个便当 我的比赛看谁做的好吃 我们在荷兰做一个10块欧元很贵的 但是纽约 因为华人做比较便宜 所以我在这边也希望大家多护持 好不好 这个便当做了 先替他们供养三宝 护法三审 然后愿他们吃鸡解脱 对不对 因为你要不要改变他们的宗教 肚子饿是平等的 肚子饿是平等的 然后这个便当 布施给饿鬼道 给动物吃 小小也没关系 但是佛陀在金光明经讲 两个法门 让佛陀有金刚不坏的身体 两个法门 第一个来 不杀身 第二个 常施食 那各位都会了 会不杀身 会吃素了 而且也会甚至放生了 但是进一步要不施食物 不施食物 所以我希望各位明天 如果你要来 妙觉山护国寺参加法会 去超市买多一点 素食的饼干好不好 拿这个饼干来供养诸佛 护法诸天 回向给六道众生 那边能够做一点烟共的做 其他买越多越好 买越贵的越好 为什么 送给那些游民 他们快不快乐 太快了 太快乐了 所以我们都送给他便当 再送给他几包 好吃的饼干 那你就跟他结缘了 所以能够越做越多越好 所以希望大家经常做 所以来 再念一次 不欠贪 常行不失 能不能吃 再来 不称慧 恒生悲悯心 能不能吃 对对对 别人做错 可怜他 帮助他 同情他 不要谴责他 这个要念习 不要用生气来解决事情 波多说 以暴没办法自暴了 怨恨不能消除怨恨 血不能洗血的 唯有水可以把血洗干净 唯有爱慈悲可以消除对立暴力 这是永恒的真理 那你要发愿这样去做 再来 不邪贱 正信因果 有一句话记住 别人对待你的都是因果 要甘愿 对你不好 因为你过去伤害的 他现在对你好 因为你过去对他好 但是我们对待别人的 是修行 要修忍辱 要慈悲 所以各位 如果你了解如此 心里那个结放下了 病就没有了 记住 所以来 第四条最重要 来 不邪贱 正信因果 能不能吃 好 那我们今天法会即将圆满 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些功德回向 当然 这几天 我们会 如果你愿意参加给我们 白天想办法去跑谷目 如果你能够带我去老人院最好 孤儿院最好 但是大家去跟他结缘也好 送东西给他吃也好 所以我们办慈悲协会 就是希望所有慈悲的事我们都来做 好不好 我们要走出寺廟 以寺廟为根据地 然后以社会为道场 医院 老人院 河边 海边 山上都没关系 所以 因为对六道众生 我们都希望他们快乐 所以今天我们去九一一 我以前没去过 前面有个教堂 我在里面念得很认真 那里面人家点灯 也点得很庄严 所以 而且 教堂也是个修行的地方 希望他们都能够满怨升天 所以尽力了用你的悲心去做就好了 所以大家发这个愿 那当然这几天有法会 我希望看到你 希望大家把握佛法的机会 让我们大家一辈子 从黑暗变成光明灯 你点燃了 众生就因为你而点燃了 因为众生都有佛性 我们都是个蜡烛 我们都可以点燃 但是你要先亮起来 你才可以让对方亮起来 大家都亮起来 不然这个世界越进步 物质越泛滥 现在没办法 现在修行人很少 现在你只给他一部手机 他就OK了 他不会败了 心就被这个世界污染了 所以我们把这些功德 来 念一下 愿以此功德 过去所做功德 今日已做功德 未来将做一切功德 欧阿弘 愿以此功德 供养三宝 愿佛法兴盛 供养护法神明 守护正法 消除障碍 所有功德 回向六道众生 离苦得乐 欧阿弘 回向父母祖先 冤亲在族 堕胎胎儿 造成身心病苦 各种业力在族 同享功德 消冤解结 同身净土 欧阿弘 愿以此功德 庄言佛净土 上报 侍从恩 下记 三土苦 若有 见闻者 西法 菩提心 尽此以 报身 同身 极乐国 回向 喜成长老 上品 上身 所有法师 弘法 立身 扑度 众生 再给我一分钟 大家专心念阿弥陀佛 好不好 他们得享功德 甘露 写了牌位 然后呢 乃至所有流产胎儿 包括各位 你要想着你的父母祖先 得到我们大家 共同的功德 愿他们 献世者 信因果 念佛 往生者 超度 深净土 开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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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想我们的祖先都坐在莲花上 他们都变成阿弥陀佛 所有不分白人 我们黄种人 黑人 不管所有动物 只要他听闻佛法 相信阿弥陀佛 愿往生极乐世界 当下他就坐在莲花上面 所以你的心现在变成阿弥陀佛 你的声音现在是阿弥陀佛的声音 你的外表是阿弥陀佛 我们都在极乐世界 现在极乐世界现前 所有世界变成净土 所有众生变成阿弥陀佛 愿他们都离苦的乐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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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念一下阿弥陀佛一字星座 好 谢谢大家 特别谢谢所有义工 阿弥陀佛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秦梅医院江户医学部及感染科医师杜汉祥 身为第一线医护人员 防疫期间需要面对很大的心理压力 我们可以怎么做 一 自我察觉 观察自己是否有身体 情绪或生活作息的改变 例如头痛 情绪低落或失眠等症状 二 自我维护 在轮班的情况下 还是要维持均衡饮食 适度的运动和足够的睡眠 三 自我修复 接纳情绪肯定自己 常做深呼吸 放松身体 做自己喜欢的休闲活动 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互相依靠 给予最及时的鼓励一起对抗疫情 谢谢第一线医护人员 也请大家给我们辛苦的医护人员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万世音菩萨帮助众生离苦也现出绿度母的形象 常念绿度母心咒 能断除轮回痛苦之根源 免除一切魔隙 也能够去除瘟疫种种病苦 消除世间一切灾难 增长寿命 福慧 凡有所求 无不如愿 灵硬如想 所以西藏人更喜欢念绿度母心咒 我们平常要常念 我们平常要常念 祿度母心咒 祿度母心咒 绿度母为赠米中 随意相应的本尊 若能专念受持 在遭逢危难时 必能蒙菩萨救度 成就所愿 能断生死轮回 除一切障碍 病苦 命中往生极乐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明镜需要您的感觉 内 coração之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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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